现在啊 就是很多年轻人 难免要找点快乐的事的 去寺庙 沐浴在那个香火之中 哎 还串满 看人修驴体 哈哈哈哈 断刀大赛 看洗地毯 那还有那个开棒啊 对啊 今天这里的时代大家在讨论 是不是要开心 要不要读外乐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开心 那他为什么不开心不快乐 本节目由瑞士专业制表品牌 浪琴表行业赞助播出 我还看到点火了 来 焦吧 焦 火热 火热 真的是一下又早了 我们配合的不错 对 拱火在哪啊 那呢 这才有拱火的感觉 来吧 朋友们 就着这个火光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可以在大脑中植入一个 能让人快乐的芯片 从而呢没有负面情绪 大家会植入吗 不想植入 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想要哭的时候啊 他可以哭出来 大声的哭出来 我觉得挺好的 需要圈械这样的这种情绪 对 我也觉得不想植入啊 这多冷漠啊 就是我觉得没有悲伤快乐就毫无意义啊 我觉得负面经验是很好的经验 是很好的体会 是 你俩呢 我 我也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而且还要直进去 对啊 很多那个科幻剧 对人体的改编和那个编辑都是做这些的 所以你发现最后人就跟 跟机器一样 你很难认知自己 光快乐了完脑都没了 哈哈哈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啊 刚刚不是说一个快乐芯片吗 你们最近一件能想起来的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五秒之前 怎么 为什么 我提前过来在这附近拍了一组写真 哈哈哈 不是五秒 也不是五秒吧 五分钟之前 五分钟之前 那我今天也很快乐 我和席卫拍了一张 大片大片 真的青山绿水 对啊 哎呀 你不会也是刚才拍写真吗 我没有没有 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是一部电影跟五十夜的书 这挺好的 有时候我也会偷懒 比方说五十夜书 但我就看杂志 杂志可能中间有二十夜是图片 那我也会觉得哎我完成了一件事情 我从中获得了喜悦 嗯 那我的快乐就比较简单 但我每天都要追求这个 吃宵夜 不光是吃宵夜就是独处 就我必须在十二点之后 就我人生进入到最快乐的时间 所以你吃宵夜不邀请别人一起和你吃宵夜 那如果聊闲天呢 我也不了 我跟朋友也不了 那是我每天充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所以我每天必须有自己的三到四个小时的时间 嗯 见贵呢 啊十六号发工资 很实在很实在 很实在 每个月十六号才发 这个快乐能维持多少时间呢 持续在刚才 持续在刚才 我问你 我想一想十五号 今天十十八号已经三天了 现在还快乐吗 卫斯 夸完了 不是他去他去买腰带了 他去买腰带了 没有啊 收到钱的快乐是一个 关于内容的又是另外一个 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就是快乐也是有很多 附加的情绪的 嗯 我刚才那样有问 我突然又想到 比较实际的不好的情绪 嗯 其实我会觉得今天这一的时代 大家在讨论 是不是要开心 要不要快乐 但是很多人其实不开心 是的 哎对 其实我也很想说 因为我最近 你不会老问我 最近在反思自己啥嘛 嗯 就我最近真的在想 我为什么不快乐 嗯 因为我确实 我也非常坦诚的 在这里承认我二十八岁 我并不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日 我懂你的那个感觉 嗯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是今年大学毕业 然后他本来想要考研 他后来很可惜就是可能 对没考上吧 嗯 然后他就说他突然变了一个目标 他说那我要考工 再一次可能运气 比对落榜 反正怎么样 然后呢 他说他想去出国留学 投了三四所 嗯 都没有回信 然后他就又开始说 那我就去暑期培训 我觉得你这 起码不到半年的时间 你变换了多少个目标了已经 我是他非常好的朋友 但我不知道他想法 我大概知道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毕业那个阶段 嗯 这三件事指向一个共同的 就是有什么我就拿什么 对 指向一个共同的就是我要有一个 我要有个出路 好对就是一个出路 嗯 但我想分享我的观点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我这个现阶段 我已经挺明确我想做什么 嗯 在我认知到我想做什么之后 时间变得非常的重要 即便快乐与不快乐 不快乐的一秒钟对我也是有非常有效的 我可以去允许生活的所有的不快乐或者 当然我会去找到一种排解他的方式 自洽的方式或什么 但是这个姐妹她好像是不允许的 我觉得是 这几年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一个稳定的抓手 都只看到了三条路考研考工 要么就是出国留学 确实 那么路还有这么多人呢 她就会拥挤 所以大家就会不开心 我才许的方式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但是走一步算一步 起码还在走 对啊 向哪走都是向前走啊 对 但确实可能会 像她我觉得她就会 情绪稳定一点 对吧 稍尽量吧 对吧 我看到我身边那些明确目标的人 比如遇见一个事 她们会明确地分析这件事对我那个最终目标有没有影响 会有 没有就拉倒 而像我这种就是不知道我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 很多事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 对对 我会想反问一个问题就是明确的目标 是不是带给我们快乐的一个前提 我觉得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 实际上冠灵她是明确的目标 她是她快乐的一个出发点或者是一个本源 但很多今天的年轻的一代 在毕业这些阶段非常的焦虑 她不知道做什么 那大家都挤在了讨研 讨工 讨编 这样的一个赛道上面来获得一种上岸 那我就会觉得 我们今天这社会文化是不是太单调了 是的 有一个学者叫马尔库塞 有一个图叫单向度的人 他是写六十年代 那当时写作的背景是说 当时的工业社会发展非常非常的发达 以至于每个人都好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 好像没有了自我的独立的意志 没有办法去表达对于社会的批判 就好像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 对 被束缚在一个铁笼当中 对 那单向社会里面的单向度的人 他自己并没有类心的一个呼唤 类心的一个绿洲或者是一个标的 就像冠林讲的这样 所以他会很摇摆 那在这样的一个求索的过程当中 即便最后获得了一个offer 但这个东西 这个人生是 真的是他想要的吗 他真的可以承受半夜写论文 而且是天天半夜写论文 对 结果凌晨三四点 结果论文还写不出来 这样的一种这种痛苦的状态 是 而最主要的是 就算所谓的上岸 这个岸上来了 也不是你想要的岸吗 不是你想要的岸的时候 你发现你 是你父母想要的吗 对 你费尽心力千军万马 终于博得了这榜上之名 然后最后我却发现 跟你所想的人生 差异过大的时候 对 很难承受的 它无处可寻 是的 绝对是 然后我们为什么会为那个 在梅西的那个球场上的 那个少年的时候感动 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感受到 这么鲜活的生命里的迸发了 那我觉得它是 它背后是一种底气 对 有底气 但是其实今天有底气的朋友们 都在想怎么守住自己的底气 而不是想我怎么再去做一些 对 有创造和有青春的事情 嗯 我我会觉得就是不知道 要做什么 对我来说挺快乐的 你还有无限可能 因为他有对 他有无限可能 尝试的机会是吗 只是这个 但是你很爱音乐 对啊音乐不是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音乐不是我 一定要做的事情 严格来说是音乐选择我 嗯 我觉得做音乐我还蛮快乐的 而且它给予我很多正反馈 嗯 这点很重要 你做的事情给予你正反馈 正反馈 对嗯 我是一个比较淡薄的人 我对于不仅是生活还是感情 还是包括自己的事业也好 对我来说都是 就是也能做嗯 可以那挺好那就干呗 嗯 我不用一辈子在在东西上死磕 又是我选择离开北京 嗯 那去成都 对我从想到到做决定 只花了五个小时 挺好啊 你这也都是有回软余地的 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 对对对 我所谓就是我不想了 就是我不会纠结这一点 让我很开心 嗯 其实很多人不快乐 嗯 那他为什么不开心不快乐 我觉得悬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就是我去年出了一本书 名字叫悬浮 悬浮 悬浮一厢人的都市生存 嗯 这本书 什么是悬浮 对什么是悬浮 悬浮就是你在半空当中 嗯 双脚不着地嘛 嗯 那你双脚不着地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荒 很荒 嗯 很焦虑 你就特别想抓住一些东西 嗯 让自己变得非常非常的确认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早高峰的北京地铁 调不占地 你被挤着你上车了 被挤在缝隙 其实你不是自己迈进地铁站 是 也是被后面的人潮推过 推着过鞋着 往前慢慢的走 其实就有点这样 就觉得很不开心很快乐 哎呀我今天还想 睡到自安省 但是没办法还是要被后面的 这个时代的潮流 推着你往前走 往前走往前走 那其实就会不太开心 嗯对 梁老师咱这本书多少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够大看几天 对我每天看五十页 三百页吧 六天 你和先生一定快看完了 六十天 一定看完 看完给人发一下 那个阅读阅读 对讨论一下 嗯 有没有啥是 在此之前呢 什么东西以前让你快乐 然后现在好像就 突然不快了 就是它失去了 让你快乐的功能了 这个我还确实有一个 就我原来在四川读书的时候嘛 就经常会下雨 嗯 我有时候真的会睡不着觉 就把那个凳子搬到阳台上 去听那个雨的声音 这很浪漫 然后一听听一两个小时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非常自在 然后你会想到很多事情 树立很多东西 现在咋不行了呢 我不知道就是杭州进入到雨季 三四月份的时候 那天我也很想听雨 嗯 但是我发现我听不下去了 嗯 如今时尽愁滋味 却到天亮好个秋的 对到这个阶段 嗯 嗯 我小时候是特别讨厌下雨的 嗯 但反而现在 可能也有互联网的渲染或什么 就每到下雨的时候 你突然想去淋一下 嗯 对它来说是从快乐 变成不那么快乐的事 嗯 对你来说是从一个无所谓的事 变得有兴趣的事 可能就是新鲜感 可能对我来说 我是一直不讨厌下雨的 我只是觉得那个心境很难再找回来 包括我以前写诗 我大学的时候写那个现代诗 写新诗 嗯 我大三的某一刻开始 我就再也写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任何原因 然后你非常清晰的能够感觉到 就是老天爷把这个能力给收回去了 我不觉得 我觉得需要时间 可能也许再过不知道多长时间 对 会愿意再继续去写 对 看过夜晚的潜水艇吗 陈春城 对陈春城的 嗯 他就是原小时候就画 对吧 他就是画自然而然的 就有就有那个 我觉得你可挺像的 因为写这种能力就是那个能力 对 我觉得他指的就是艺术天赫 嗯 我想写终有一天 还是会继续写出来 嗯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长大快乐的成本越高 对 我是觉得快乐的预值会提升 嗯 你没有那么厉害 很厉害 对 那很厉害 对 我做的 你没有那么厉害 就算了 对 你不懂 我还没有太阳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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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懂 我还要不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种距离就是始终让他保持着一种也许会发生但是我也许也不可能会满足的这种这种状态 我觉得说这个点我们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我们必须得意识到快乐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也不是常态对它只是情绪的一部分其他任何其他情绪优似那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程序所以越长大越不快乐这件事情是我们对于快乐的感知变得很重要 我们意识到快乐不再是生活的常态 终于开始正式除快乐以外生活的其他情绪 是的 我这个手里面有一个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抑郁症患病率达3.4% 18岁到30岁的占52.14% 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就是可能是这几年我们可以在新闻中或者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案例 确实我们今天会看到从数据的层面上 年轻人他们的抑郁或者是不快乐的百分比是在上升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的父辈他们生活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或者再往前推生活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他们就没有抑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吗 可能他们没那个时候不管这玩意 没有指标 对 没有指标 也没有人报道 或者他会羞于去向大家表述 对 他会因为想象我们的父母亲这一辈 他们会把很多问题默默地隐忍下来 对 但是也许我们今天的年轻人 是在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 如果我今天不开心 我会认认真真的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而不是像父母这一辈把它阴忍下来 默默地一个人去承担 当大家在整个社会层面都不把这一个抑郁症 或者抑郁的这个倾向变成一个污名化的状态 因为之前也许就是会觉得不愿意讲 有羞耻感 会觉得很有羞耻感 会有一种病耻感 觉得自己是生病了 那大家就会觉得 会用非常另类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但今天的年轻人说 没关系 我们大家一起抱团 然后一起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而且只有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预解讲述出来 然后我才可以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好 我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一种数据 我针对这个数据再做一个补充 应该是有学者调查过 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因 是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 就是青少年 他在社交软件上面会看到非常爆炸的讯息 就是以前 对 比如说我的生活 就是我对于周边世界的感知 比如我们一起上学一起读书 我看一看周边宿舍的人是什么样 我大概率就觉得我自己是什么样 以前那个焦虑感很难的 因为你能待在一个环境里面 极差不会过大 对 今天的社交媒体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会制造偶然性 甚至是表演偶然性 对 他有什么好 trans义 我中共不是在这里 你可能在一个团体庭可以炼他 但是如果再有帮进 就是她说 你随便去问一个青少年说 你家隔壁的一个小区叫什么 大概有 你 他心里傲国 我 我 nomnom 当然是可以把遥远的人拉在身边 但是实际上很多我们情感层面的 面对面的这样的一种交流 身边的美好的小世界的这种感知 我们感知不到了 感知不到以后 那很多年轻的人 他会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割裂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么好的生活 有这么好的奥夫 有这么好的爸妈等等 但是我自己没有 割裂了以后他孤单 孤单以后会更加的不开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整洁 所以我总再说一句话 自从我有幸从事了一些自媒体工作之后 我跟大家真的要说实话 我认识了很多自媒体博主 生活中的焦虑烦恼 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就是真实的生活也都是千疮百痛 所以大家都一样 人要近看了都差不多 给大家分享那个 走出孕育情绪的一种方法 我大一的时候 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意义情绪 甚至有非常极端的想法 我对自己的一种处理方法就是 问自己饿不饿 因为我认为胃是一个情绪器官 绝对是 如果我的情绪 它影响到了我食欲的地步 我会认为 我的身体在向我发出警告 不能再这样 你不能自我毁灭 所以 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快乐了 是的 你们会把获得快乐作为一个生活的必须的行为吗 或者目标吗 我以前不太会 但我觉得我现在会 因为我是老师 那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学术 做学术的意思就是你要持续不断地有产出 才会慢慢地体验到做学术的一些乐趣 我最近一直在提一个词叫巅峰体验 什么是巅峰体验 有时候我们后面有很多山 都要求你 你这么多大的快乐了都巅峰体验了 老师有没有可能我的第一篇论文就夭折了 所以我没往下读 真的 不愿意 真的会 真的会 很多就夭折 那你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就是 你为了获得这种快乐 得到付出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觉得也不是一种付出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 我会在这里面重试进去 我会去想 它是开心快乐 或者是沮丧 我只是单纯地想要把这一个事情做好 我有一篇学术论文 就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投出去 投出去以后 整整等了26个月 我一天26个月两年多 两年多才回来第一轮的评审意见 说这篇论文不行 他拒绝你还要花两年多 还花两年 就拒绝我这个事情不是很简单 对啊 刷一下就拒绝了 说明他深思熟虑了 但你这两个26个月没写别的吗 不也开始 有写一段 在看别的交锋 对啊 别的交锋 稍微往下走了一点点 然后又又爬了下一个 对啊因为我们哎 另一篇发表了 这真是一个登山者的觉悟 对 还有没有就是想要去 体验追求这样的一种快乐吗 嗯 我的回忍到寻找快乐的习惯是散步 嗯 散步 我每天都要散步 每天散步多少公里啊 在北京的时候就会有概念 因为他那个都是方方正正的街嘛 啊对对对 走几个街区大概多远 我自己心里清楚 在溜潘水就比较牢火 一天可能要走五六公里 为啥那么老火 无聊啊就是闲散步 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和流浪猫很像 嗯 我一个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个理论 他们说流浪狗出门 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 他们都是出来觅食的 但流浪猫不一样 流浪猫出来是来只是为了散步 嗯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和北京城里面 流浪猫很像 然后然后每天出门的时候 跟那个流浪吵架流浪猫打招呼 然后就就散步啊 又无聊就带着耳机 然后就在街上 跳舞 律动对 就是如果有人打扰我散步 然后除非这件事情特别好玩 啊否则会一定会拒绝我要我要散步 嗯 你这个散步就是班亚民笔下的都市漫游人啊 嗯 都市漫游游浪猫 这也算可持续性的 可持续性的 而且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我觉得凡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就是可持续性的 对对 你通过机会得到的就不太可持续 对 现在啊 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 排解自己的不快乐的方式 跟喜剧演员很像 啥 叔叔温雪 叔叔我呀不行了 对 叔叔我呀就是干不动了 就是喜剧演员 你看我们做个当口喜剧的啊 嗯 把自己倒霉事儿网出脚 哦 我承认我哪哪哪不好 我白说出来我快乐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就是我先自嘲 哦 我啥也不是 我不会 我没有能力 我是个废物 对我又是个废物 这就是某种自嘲 我通过这种方式来消解掉自己的一些 不快乐 我现在发 QQ空间的还 自嘲是叔叔 我对不起 我的关注点是你怎么现在还在发QQ空间 不是 人00后都是用QQ的 因为我 因为我Q空间没人认识我呀 啊 人00后都是用QQ的 我觉得他的某种表现是 大家现在就是愿意承认 嗯 通过这种自我承认不行的方式 来对抗可能真正的困难和不行 是 贬低自己 把自己的确定的说出来 先说出来 然后保护自己 你没有办法再攻击我了 我中立 对 但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跟喜剧一样 我倒是觉得有道理 因为自嘲是获取力量感很大的一种方式 对 就是能自嘲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人 对 可是他的力量感会让他快乐吗 不是 我跟快乐可能没什么关系 然后他会自信 能保护自己一点吧 对 是 最近大家不是流行那个吗 嗯 烧香 拜进庆 就现在年轻人就是我也是 就是而且他进一个庙就拜一个庙 走哪拜哪 他是所有菩萨都拜一遍 我也是 对 求财的也要拜 桃花的也要拜 事业都要拜 健康平安都要拜 对 年轻人现在特别沉迷于 进寺庙这件事 我也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 很神奇 有用 有用 真有用 是这样子的 我最早的时候去寺庙 会去寺庙是一个 是一个朋友跟我说的 嗯 他说你不用求 他说你坐在那儿 想事情 就会有答案 嗯 然后我后面就开始喜欢去一些道观和寺庙 其实我分析了一下 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会觉得很宁静 然后那些寺庙里面的佛像 都是一看就性格很平稳的人 慈眉善目嘛 微微笑笑的 然后你在那种环境下就像钟声 再上那个寺庙里面 敲那个沐鱼的声音 再上烧香的声音 很助于人思考 你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解压吗 他也不是解压 我觉得这个就跟什么 占星塔罗啊 mbti 对 就是一种我自己可能决定不了 他不在我掌控之中的事情 对 我去求一求 对 就是万一有照顾到我呢 他万一听见了 但是余华不是前几天采访的时候说 这是一种上进的体现 就是你至少对未来还是有渴望的 你有渴望 你有上进心 你要是都绝望了 你也不 但我发现人哪 跪在那的时候 你内心一定有渴望 人人站在的时候都有渴望 所以以前才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是对的 就是你跪在那一刻 你马上就得许愿了 你这头马上就要磕下去了 你能迅速知道你想要什么 脑子里蹦出来一个 就是大多数人 真的还是有所求吗 就是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算是一种解解解焦虑 这是他实际上 他解决了你的任何的不愧 他解决我心理和情绪上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你的心理和情绪上 有了自信之后 很多事就迎刃而解 你就没那么慌 比如说大家都说 这个特别准 你会隐隐的有美好的期待 你会有自我暗示 对 自我暗示 其实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和这个人的状态 会会会 就是我们觉得去 就是算什么塔罗呀星座呀这种 我觉得他们跟心理咨询师是一样的 对 而且比心理咨询师有用 心理咨询师给你落十节课 他也不一定说能让你对中国充满希望 但这个占星的说你下个月有好运 你来吧 你这个月过贼快乐 你干啥都有劲 你现在也发财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社会的风险性太高了 确实 大家现在对于不确定性的应对 就只能通过这些寄托嘛 但这其实是一个积极暗示 如果我对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真的让我变得更自信了 或者让我感觉更自洽了 或者像他说 我就沐浴在那个香火之中 都让我感觉更平静了 挺好的 其实本质上啊 还是自己给自己力量 玄学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人都会去追求快乐 如果说有选择权的人吧 他好像都会主动去选择 对就咱说也不说拿快乐 当人生的全部目标吧 但生活中 难免要找点快乐的事的 至少有一点吧 对 我的快乐是那个什么 什么 看人休旅题的 哈哈哈哈 还断刀大赛 断刀我也看 我也看 那还有那个开棒啊 开棒我不看 我这有选择的 但没准过两年开棒就 我反正就看开棒 看休旅题的 看洗地坛 洗地坛真的非常简压 对 这么脏的戏盘 本来是白色的 然后特别特别脏 我觉得他画各种器具 那种 哎呦真的很简压 嗯 我也想说就是 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二十四年轻人 他来到异乡 然后呢 他工作完一天之后 呼了出屋之后 他没有什么所谓的高级的校 高级的习惯 他倒在床上 掏出他的手机 盖刷短视频 嗯 就是异乡人嘛 他们都是在漂浮状 但是人 这种动物 他本身是有自我防御机制的 他不会在这种情况下 让自己崩溃掉 他 那怎么办 他只能够 营造 哪怕一点点 真正的属于自己的领土 而那个领土 变成了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就像一个飞船一样 可以带着他去飞去任何地方 嗯 我也是到今年我才 理解人们为什么看综艺节目 有一拨人他们可能 没有那么多的选择性 上班做班做一天 然后去买菜 做完饭之后又顶小孩做 也顶完小孩做 把小孩哄睡了 他自己留给自己的时间 顶多撑死了两个小时 嗯 让他去找到快乐的办法 可能就是短视频也好 或者是综艺也好 他说这个就让我想起了 大福普拉斯里面那个 杜才吧 我没记错 对对对 家里面有一个飞船 有一个那个彩色的飞船 他就在那里边 对 他真快乐 那一刻 他感受到了自由 嗯 我其实特别喜欢 普希金讲的一句诗 就是不求幸福 但求自由和平静 那幸福其实就约等于快乐 对 就不求快乐 但求自由和平静 嗯 所以你获得了自由 你获得了平静 嗯 但这些都是自己主动选择的 我自己的方式放一个烟火 因为我前一阵 是情绪最糟糕的时间 然后送倩 他带我到海边给我放了一场烟火 我觉得我那几天的不快乐都解决了 天呐 嗯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 最后一起邀请大家放一个烟火 哦 哇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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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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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